张国荣已经不是一个巨星了,而是一名很实在艺术家,这么多的明星,在去世很多年之后,还是被人们不断提起来的人,就只有张国荣了。 说张国荣是一个创奇,这话真的一点也不假,他就是一个传奇,这个传奇的程度还提现在,他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和造诣,不是一般的明星所能比拟的,尤其是在演唱会上面的大胆行为,更是厉害,一当时很多人还不懂什么是艺术,或者说那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潮流,就觉得跟自己的原本意识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理解的。 但是张国荣是一个时尚的人,他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,可谓是花了很多的心思,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尝试,其中最大胆的就是无性别这个概念吧,以什么叫做无性别呢? 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不分男女,这个不分男女是张国荣一直秉持的理念,这个不是一时兴起想起来的事情,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就知道了,可能即使放在今天,很多人也是理解不了的吧, 一看了上面的照片,可能很多人都是不理解的,好好的一个帅气的那人,为什么非要这样子的打扮呢? 这就是张国荣的艺术,那个时候可能有人骂他,但是现在没人会说他的不好,都是在夸他的,毕竟这就是艺术,很多人说张国荣比我们先进了几十年,这句话真的一点也不错啊, 一看了这个样子的张国荣,现在开始愈发的佩服张国荣了,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子的先进,并且还一直的走在时尚的前段,这就是张国荣的魅力,我们会一直的怀念张国荣,一,图片来源于网络,青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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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